2月19日上午,35歲的孫姓駕駛自小客車沿前鎮區一新路左轉復興路口 不正狀態正在過馬路的租姓及許姓行人 導致兩名行人受傷送醫治療 經調查肇事的孫姓駕駛於道路上違規左轉 為禮讓行人罔顧用路人生命安全的危險駕車行為 並造成用路人的作傷 本本局以依刑法公共危險及過失重傷害 以請高雄地檢署來偵辦 後方同行的零姓駕駛依依刑法公共危險罪 以請高雄地檢署來偵辦 令孫姓造勢駕駛轉彎為禮讓行人 為使用方向燈 為依規定使入來車道以及危險駕駛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開罰共10400元 後方同行的駕駛依左轉彎 為先使入內車車道 轉彎為使用方向燈以及危險駕駛 公開罰7800元 前鎮警分局呼籲 民眾行車轉彎時務必禮讓行人 行經行人穿越道 應暫停禮讓行人優先通行 隨時注意車前狀況 並保持兼具以為用路人安全 以免發生交通事故 積線公開 增加州 325 感谢观看